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報530 下雨濕濕的今天是2月9日星期四 一個80歲中了風行動不變的長者 被市政府的官員 搞得騰騰轉要親身上法庭 真是無可憐 中國開放通關 很多人心急上回中國 偏偏 這幾天多倫多簽證中心的預約網頁 就無法登入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一位太太 為了消除眼袋 去做醫學美容 結果搞得一生遺憾 都市聯通為了要建安大略線 需要斬左位於多倫多兩個選區內最少61棵樹 這兩個選區的省議員分別是大彼得和黃慧文 按過往做法 都市聯通會通知他們兩位 但今次安省政府指示都市聯通 在通知名單上剔除他們的名字 據說 指令是來自交通廳長的辦公室 交通廳的職員還在電郵中要求 都市聯通 應省長福特辦公室的要求 在施工通知中 不要說明估計將有多少棵樹被斬 根據多倫多聲報獲取的內部電郵顯示 都市聯通是將大彼得和黃慧文 包括在發送通知的名單內 但安省交通廳的職員推翻了上述建議 並稱指令來自安省交通廳長的辦公室 都市聯通為了興建安大略線 計劃斬了位於市內各地的數十棵樹木 其中位於多倫多Mose Park內的61棵樹已經被斬了 受影響社區的居民 強烈反對都市聯通處理施工的手法 指控都市聯通無就斬樹的計劃徵詢民意 就算這個計劃會嚴重影響環境、商戶和社區 多倫多中心選區的華裔省議員黃慧文說 他是由社交媒體首次獲釋了位於Mose Park內的樹木被斬的事件 他認為很奇怪 因為都市聯通向來會受影響 這個選區選民的興建工程和其他事向他發出通知 他說這些是公眾的錢 公眾應該預期獲得公眾問責和公開通知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佳淨水 普羅市民 經常會被政府的執法人員玩到借 因為同一件事 甲就說對 血就說不對 你都不知道聽誰好 但是 今次被人玩到借的 最慘的是一個中了風 行動不變的80歲長者 因為他在家前鋪了人工草皮 搞到被多人多市政府告上法庭 並且要親自出庭應訊 市長張德利發聲明說 這件是一件雞毛蒜皮的事 市政府經理已經知道這件事 他希望能夠找到解決方法 但是他作為市長 那他可以做些什麼呢 原來他有什麼都做不到的 因為市長和市議會 是沒有辦法執行 或者去干預法庭的事務 今次被市政府反倒 頭頭轉的長者 叫做來昂內 他因為中了風 行動不變 沒有辦法照顧草皮地 所以他就在前院鋪了人工草皮 但是人工草皮鋪了沒多久之後 一個鄰居就用匿名的方法向市政府投訴他 沒多久 來昂內就收到市政府通知 說他為例 他說 就算我是一個殘疾人 他們都不理 前市議員施庭斯就說 人工草皮並沒有列為警官的批准材料 但是也沒有禁止使用 只不過是沒有明確的許可 施庭斯一直在幫來昂內 他叫了一個復例執法人員 來檢查這個人工草皮 復例執法人員在去年10月 批准了人工草皮的使用 原因就是 這塊人工草皮是可以滲透的 所以無違法 來昂內得到這個書面批准之後 他以為什麼都搞定了 誰知道 一個月之後 一個城市復例檢查員又來了 他說這個草瓶是不可以滲透 也就是說他會積水 現在來昂內就面臨違反復例的指控 來昂內星期二上了法庭 而下一次開庭的日期定在3月14日 施庭斯說 如果來昂內不在未來30天內更換了他的人做草皮 他就會收到額外的違規通知 包括要罰錢 他說這個很荒謬 因為現在已經是二月中旬了 根據多倫多市的住宅建築細則 物業前院最少要有75%的面積 是要有草、樹、灌木、花或其他植物 而且能夠使水滲透到地下 內昂內說 執法人員認為他人工草皮的主要問題 就是不滲水 但其實草皮上已經有幾個洞 水是可以輕鬆地流過的 施庭斯就建議修改婦禮 這樣就不會發生混淆了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較早前碑斯省出現禽漏感 殺死了很多雞雞鴨鴨 搞到一隻燒鴨都要賣到50元 現在安省政府都擔心 類似情況會在安省出現 提醒農民小心 今年禽漏感爆發 這種高致病的禽漏感 甚至比新冠病毒更危險 安省倫敦市在這個月舉辦的 國家家禽展 原本應該是在4月舉行 但由於禽漏感 即是H5N1 在家國雞群裡的感染 和造成損失不斷增加 這個活動才提早在這個月初舉行 即使如此 安省農業、食品和香膠事務廳 現在都不鼓勵在家禽展上 作活禽表演 或是生出的拍賣 同時鼓勵所有 和家禽或豬隻有關的工作人員 注射流感疫苗 防止有人感染 如果人類感染禽流感 他的結果可能比新冠疫情更嚴重 農民維貝在安省聖馬利斯鎮 自己家族的養雞場工作 他們依靠的是14,000隻雞來維持生計 維貝說 我們現在很擔心 所以會採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 來防止禽流感爆發 因為這種病毒可以摧毀整個雞群 明報馬經版已經全面上線 每天更新又準又快 除了詳盡的馬匹介紹 神初分析 還有馬平家為你提供獨特的提示 明醒你 中國政府在上個月開始重新提供 去中國的商務和探親簽證服務 由於疫情經歷了三年 不少本地的中國移民都心急回國探親 或者處理中國的業務 所以很多人都擁去中國簽證中心申請簽證 所以從1月開始預約 排期已經去到4月 問題是 最近簽證中心的網站 就沒辦法登入預約 網站一直顯示是 本簽證中心未能提供預約時間 而這種情況不只出現在多倫多的簽證中心 連溫哥華、滿地河和卡拉克里的中心也是這樣 至於網頁只是暫時出現故障 或稍後會恢復預約 現在不得而知 有本地的旅行社說 他由這個星期一開始 一直到今天即是9日 一直嘗試登入簽證中心的網站預約 但都不成功 有些旅客今年1月就已經訂了4月的機票 以為預留1、2個月的時間來辦理簽證 就什麼都糟了 但現在簽證中心出現了狀況 令到這些旅客要擔心到時能不能順利成行 所以旅行社提醒旅客最好是在拿到簽證之後才去買機票 疫情之前通常兩個星期就可以辦妥簽證手續 一般來說申請簽證的人需要先在網上填寫10頁入境申請表 然後登入簽證中心的網頁 再憑申請表的號碼預約辦理手續的時間 如果你想預約的日子已經爆滿 那它會變成灰色 但即使是這樣 如果想辦理簽證的人 往往是可以順便預約日子去到其他時間 但是現在就連想登入簽證中心的網站都不行 所以是根本沒有辦法有下一步的行動 我們經常會笑一些女士 其實現在是包含男士在內的 是說她們愛靚不愛命 所以她們會冒險去整容 問題是整容不是個個成功 一下不幸運 雖然未至於沒命 但是就真的會令你痛不欲生 長安省Georgetown的哈塞爾女士 三年之前為了想清掉眼袋 她用了一萬元做醫學美容 但是這樣就成為了她一生的遺憾 事後她丈夫Dave說得好 她說人生出來本身是怎樣養就是怎樣養 應該順其自然 過去三年我太太不斷要矯正眼的問題 其間所經歷的風險根本是不值得的 當年哈塞爾去見一個美容醫生 對方建議她進行一項叫做眼康減壓術 當時她以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手術 完全不知道那個是有相當高風險的手術 根據歐洲眼科和重建外科學會的網站指出 眼康減壓是大手術 病人必須跟眼科醫生仔細地討論 了解所有的風險之後 才可考慮是否要進行手術 哈塞爾益術當日做手術的時候 美容醫生在她眼周圍布滿了刺針 她根本不知道這些針有甚麼作用 手術之後她的眼時時覺得痛影響了視力 現在她不可以開車不可以看書 也不可以跟丈夫一起去看電影 基本上她是觸不出戶 她經常覺得兩隻眼好像有些東西阻住她的視線 視力也遠不如前 另外她還要經常戴眼罩 食藥滴眼藥水 美容的手術費當時是一萬元 之後她又再給多五千元去矯正問題 她說她先後二十次回到美容醫生那裡 希望能夠搞清楚的問題 但是現在醫生都不肯見她 而她的視力問題就仍然存在 她的丈夫Dave說 最初太太有意做醫學美容的時候 她已經告訴她沒有這樣的必要 但後來她覺得她應該支持太太的決定 所以才沒有再反對 哈塞爾現在跟人分享她自己的經歷 是希望提醒其他的人 醫學美容是沒有保證的 甚麼事都會發生的 她說我過去精彩的人生 就是為了這兩個不顯眼的眼袋 現在沒有了 接受醫學美容期間 你可以出現病發症 手術可以出錯 而這些錯誤是沒有辦法回頭的 有些甚至會摧毀你一生 整形手術在加拿大 是一項價值幾百萬的生意 過去三年要求醫學美容的人 是不斷在增加 所以當你要去接受這種手術的時候 你一定要小心考慮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3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4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模擬汽油價格沒有升跌 每公升146.9仙 光誠者七個成員 涉嫌擺街站和提倡武裝起義 早前承認港區國安法中一項 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 其中五個中學生判入教導所 剩下兩名男被告 今日被判入獄五年和五年三個月 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認為 被告鼓出的無底線革命主張 絕對不可以在這個社會出現 更不要說要在這個社會裡散播 所以他判斷被告屬於控罪裡的情節嚴重 被判刑的兩個被告是 倉務員蔡永傑現年21歲 修科院陳佑俊26歲 本案涉及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是設刑期分級制 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以5到10年的有期徒刑 情節較輕的可以處以5年以下的刑期 法官在處理同案5個介乎16到19歲被告的判刑時 說這件案情節嚴重 但他不排除這5個人是因為不成熟而犯案 所以裁定為情節輕微判他們入教導所 機漏時期最多是3年 對引發私隱爭議的紀錄片《給19歲的我》 私隱專員鍾麗寧今日說非常關注 尤其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個人私隱 他現在已主動聯絡及去信涉事的學校 希望了解事件的詳情及收集相關資料 以判斷事件有沒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由於在等校方回覆 現階段他不作評論 但他指出有關紀錄片的發佈及同意書 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 包括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及行評法考慮 他希望了解後向雙方提出適當意見 在保障及尊重個人私隱及符合私隱條例前提下 事件可以圓滿解決 他指一旦使用的資料目的有改變 就要有當事人定名同意 即是志願及明確的同意 而當事人亦都有權撤回決定 紀錄片給19歲的案印發爭議 並且已經停止公映 這個電影本身亦獲得提名競逐香港電影金像獎三個獎項 英華女學校發聲明說 由於這個紀錄片引發社會的關注 經過考慮之後決定退出金像獎最佳電影的輪選 但會繼續割續最佳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 而這一齣電影的聯合導演郭偉倫說 張遠廷選擇尊重及配合他的決定 但不會現身於頒獎勵 你們現在出身出血了 訓練了他很久 有一點久的訓練了他 其實我們是算段課這樣計算 其實只是交唱 其實我都浪費了兩三堂的時間 起碼有六七個小時 即是獨立來計算 因為始終這個都是文氣 文氣就不是就這樣唱出來 觀眾就會感受得到 最重要是你唱出來你的巨鬥 你的結構怎樣 還有你用的聲音 發的聲音 怎樣去令到觀眾墮入你的感情 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浪費很多時間 在他們唱的問題 因為他們兩個畢竟都是以舞場為原則 你做得舞場的 忽然間要他做文場 其實是一個考驗 挺辛苦的 真的 那你覺得後來做了什麼 其實我就覺得他已經算是很勤奮的了 因為可能我教的東西 跟他平時學的東西是不同的 那譬如例如唱歌 還有我又撿他的口音 我們叫做口音 譬如說話 說話的感情是怎樣發聲 唱歌的發聲方法是怎樣 那個巨鬥怎樣唱 然後才可以令到那一句唱出來 很流暢 而令觀眾聽起來會很悅耳 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他學得都算是挺好 那飛童呢 飛童就根本 他本身對唱都有一些少少研究 但是唯一我就是覺得他的 那些什麼 兔字 他的兔字就有些 可能是以前學樂的時候是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唱的時候 我教他的唱法會有少少偏差 跟他有少少不同 但是他都算是挺勤力的 真的 整天要我唱 唱完一次他又再錄給他 他又回到他 他又拼命聽 又第二天又再問我 那其實他兩個我覺得是有進步的 其實要求我真是很高的 其實要求我真是很高的 我兒子說真是很害怕我媽媽 唱極都唱不完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次都算是達到我的要求 那我怎樣支持他們 一個是嘉英的徒弟 一個是我們八和教出來的學生 兩個都很年輕 有些什麼意見給這些新出的演員 我沒看 不過他們兩個都不是第一次演戲 希望他們有些進步 但是早年你和姦哥都演過這個截止戲 在烏龍很多 他說新胡不歸 我想有點不同的 你是胡不歸 胡不歸 胡不歸長劇 現在他是新胡不歸 應該有點不同的 他心裡安慾 他發力 表帶兵出戰 胡不歸 踩阿念啊 不歸 啊 千月必非千月 我寿生我的爱心坏 我乃彭花千月 花千月 现在有请我们的班主 彭李思小姐 上任我们的艺术总监 健姐和彭李的老师 和彭李思小姐 我说话不说话不说话 首先我要多谢师姐 彭李思小姐 邀请我做艺术总监 其实我压力真的很大 要将两位著名的舞打演员 将她的唱造念 180度转变 是一个很伤头脑的 很伤脑脑的 但希望她今晚演出 我觉得也很好 更希望 阿师姐说要将符记 是电影化的 今晚看到没有电影的 可不出现呢 是有啊 希望就不会须黝师姐 他不会须笑大家气迷 谢谢 首先很多謝今晚進來看電影的所有影眾 我支持兩個粵劇作品 呂木慈嬌嬌善和武俠 都是跟今次一身胡骨龜的風格自然不同的 我今晚只是很想說一句說話 希望全場觀眾都感受到這齣粵劇的另一種味道 我們都是要很多謝五隻 跟我們走過這個創新的路 因為胡骨龜是一個很考題的文劇 整個四五個鐘頭 我們現在可以走到兩個五個鐘頭 還要一個青春版的形式去做 所以極之多謝今姐 我也是一句很感謝今姐 在排練的過程和演出的過程 她對我們的無私和全心全意的指導和教導 多謝今姐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明報530新聞直播 我們台前幕後一定會繼續努力 將新鮮滾熱辣的新聞送給大家 如果覺得我們做得好的 不妨送幾顆星星給我們異作鼓勵 辦法很簡單 只需要在Facebook網站的Stars購買星星 然後在我們視頻的左下角點擊星星標誌 多點聲鼓勵我們 讓我們可以用更好的設備 更多的人才發掘更貼地更過癮的新聞送給大家 明報530 陪你每天度過530 在我們為了是更好的選擇 我發現它可以用更好的選擇 會有好好的選擇 並不是每天都來選擇 我們會試穿